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玉然医师 欢迎收看今天华式的与众不同 最近我们门诊看到不少的带状泡疹这个疾病 这个疾病是由一种特殊的病毒所引起的 也就是水痘带状泡疹病毒 这个病毒得到之后确实很严重 特别是疼痛 很多人因为带状泡疹之后的疼痛 甚至无法入眠 带状泡疹这个病毒 其实第一次得到的时候 你得到的是水痘 但是你得到水痘之后 这个水痘的病毒并不会这样就消失 它会藏在你的神经节里面 它会等到你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再出现 这时候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带状泡疹病毒 所以它第一次得到的时候是水痘 第二次得到的时候就变成是带状泡疹 带状泡疹这个病其实在老年人还算不少 它产生的时候 它是沿着神经分布出来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片一带 所以有时候像一串一串葡萄 在身体的或者是躯干是最多 其他的神经也可以有 它最典型的问题就是说 得到之后即使你痊愈之后 你还是会有神经痛的一个风险 这个神经痛有时候会持续几天 有时候会持续几个礼拜 有时候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那为什么最近的带状泡疹会那么多呢 这跟现在流行的新冠肺炎感染有关系 你知道吗 得到新冠肺炎感染之后 我们的免疫力会降低 这个免疫力降低不是只有说 因为你得到疾病之后 你可能睡不好吃不好 那你也烦恼产生的这个免疫力不好 带状泡疹病毒会让我们的免疫细胞减少 因而你的免疫力就会降低 那你知道吗 带状泡疹病毒专门欺误老弱伤产 也就是说当你的免疫力降低的时候 它就伺机而动 就开始要爆出来侵犯到你的 所以新冠肺炎流行的这几年来 导致很多人感染之后 就造成很多的免疫力降低的问题 那就造成带状泡疹 那这个病毒呢 其实你说得到一次之后 会不会终身免疫 不会 因为它这个病毒不会消失 它就一直藏在你身体 你免疫力降低 它就会冒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不少人得到大传泡疹 得了好几次 那这为什么会得到好几次 你身体不好嘛 你免疫力降低了 它就要欺负你了 所以你一定要维持身体健康 那怎么样维持身体健康呢 这可以分两方面 第一方面 你要打疫苗 事前的防患 你打带状泡疹疫苗之后 你的免疫力会增强 增强之后 带状泡疹病毒就无法去侵犯你 第二个 万一你不幸得了 或者是你没有打疫苗得了 赶快去看医生 带状泡疹病毒是一个少数的病毒感染中 有药可以医的一个病毒感染 就像流感有科流感可以治疗一样 带状泡疹病毒的感染也有一种抗病毒的药 这个抗病毒的药可以治疗这个带状泡疹 所以你万一感染之后 越早期治疗 越能够避免你事后产生大量的水泡疼痛 所以一定要早期治疗 当然最好最好 你是打带状泡疹病毒的疫苗是最好 因为你打这个疫苗之后 现在目前市面上有两种不同的带状泡疹病毒的疫苗 一种是过去的一个活性的疫苗 这个疫苗效果也不错 但是不够好 现在有新型的一个带状泡疹病毒 疫苗这个疫苗是要打两次 效果更好 可以几乎防患你90%以上 而且持续很久 所以如果你不幸得到带状泡疹病毒 你可以治疗 那更好你最好在事前就打带状泡疹病毒疫苗 避免你发生感染 其实这个免疫力降低 不是只有老年人的问题 很多年轻人因为他可能做化疗 或做一些什么很忙碌的工作 没有办法睡得好 吃不好 或是紧张忙碌 特别是有些公司行号 爆肝的行业 也常常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去施打这个疫苗 避免你发生带状泡疹 那万一你发生了 也赶快去看医生治疗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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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